他就是謝姓男網友 帶著15歲未成年少女到處玩 整整7天不回家 你為什麼要誘拐他 我沒誘拐 你沒誘拐他 那為什麼要把他帶走那麼多天呢 男子被移送法辦 一雙眼睛冷冷的看著鏡頭 否認誘拐 過去幾天少女家人 急著像熱鍋上螞蟻 但他們卻是兩人世界玩得開心 原來兩人在三個月前 透過網路遊戲認識 這個月初25歲 擔任保全的謝姓男子 因為表現不佳被解雇 11號當天他騎著摩托車 到台中找少女孩到火鍋店 大吃一頓 接唱時神情愉悅 一路上說說笑笑 兩人離家一路玩 去過桃園彰化雲林 但少女手機關機 警方改查男子的通聯記錄 和GPS定位 最後在苗栗投屋找到人 有屬於他們兩個人的世界 就是不想讓其他人介入 少女向警方公稱 是想要有獨處時間 才沒有對外聯絡 卻讓家人擔心交集 孩子現在總算回來了 讓家人鬆了一口氣 孫女平安回家 老人家終於放下心中大石頭 只是事情鬧大 謝姓男子卻功稱沒有誘拐 還說是少女不斷糾纏 供詞有待釐清 而男子也觸犯略誘罪嫌 將追究刑責 記者詹平鴻 SV小組台中報導 一定的 在死 我們不死 我們不死 我們不死